每日一百字 歇心 读心 明星 原来开悟这么简单 苗董愣言一千日 让我们一起共同学习 苗董愣言一千日 第五百三十五日 经文段落 一切合同 种种法门 得无差物 明离痴乱行 主题 诗心品 诗心离痴乱行 华言经卷十九 诗心品 第二十一之一 父次此菩萨摩赫萨 种种因生 不能破乱 所谓高大生 出国生 即令人恐怖生 悦意生 不悦意生 喧乱耳士生 举坏六根生 此菩萨 文如是等 无量无数 好物因生 假使充满 阿僧其世界 未曾一念 心有散乱 所谓正念不乱 境界不乱 三昧不乱 入生生法不乱 行菩提心不乱 发菩提心不乱 意念诸佛不乱 管真实法不乱 化众生智不乱 敬众生智不乱 绝了 绝了圣生意不乱 不作恶业故 无恶业障 不起烦恼故 无烦恼障 不起轻慢法故 无有法障 无恶业障 无恶业故 无有法障 以上小文 恭请建徽法师 慈悲开示 诸位全球云端共修的学员 大家好 今天是苗董论言 一千日第五百三十五日 我们要继续谈禅定 这个禅定是修行当中 很重要的法门 有从阴上修禅定 有从果上谈禅定的境界 这边要谈的是修禅定之后 会产生一个非常殊胜的效果 就在实行当中 离吃乱行 所谓的禅定 其实是身口意都能够和跟同 我们一般的修禅定 就是听到一个法门 就是输西关 那怎么输呢 就顺着这个方法来练习 练习到最后 自己的心就会非常非常的安静 而且没有杂念 没有妄念 这样子叫做禅定 那所以他必须要和 就是要跟你的法门相和 相结合 而且要同 就是你的心要跟这个法门一致 而且是怎样 非常准确的得无差物 就像开车 你是非常准确的停好 在位置上 那你的心呢 也是要顺着这个法门 很规矩的一个一个排列 排好你的每一个念头都很规矩 它不会乱也不会散 这时候呢就叫做禅定 那这个禅定的一个状态呢 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衡量它 就是离吃离乱 那当我们的行呢 全部呢都能够离吃离乱 就会产生一种殊胜的力量 什么力量 在这边呢就讲成就正念 心无散乱 坚固不动 那心呢是最清净的 所以啊它会产生很厉害的 一个强烈的一种功能 什么功能 以示正念故 善解世间一切语言 能持出世诸法言说 就是你对于所有的法门 你都非常非常的清楚 而且呢 一切语言呢 你都能够明白 善解 善解 怎么样善解 有些人说我听懂了 问题是听懂了 有什么 这边讲听文正法 你当然要听懂啊 可以在无量无边的善知识 所听文正法 这真的是太幸福了 可是啊 很多人啊 听文正法是听不了 因为他听不懂 太难 然后呢 讲的跟我的生活没有关系 为什么 我就是要采米油盐浆醋茶 可是佛法叫我要解脱啊 要有 要无我啊 那不要烦恼啊 可是对我来讲 我现在啊 就有已经每天都过不去的烦恼 那你讲这个佛法 跟我的生活离太远 好吧 那我们就要来讲哦 如果你能够啊 在成就禅定波罗蜜的话呢 你出世法能听得懂哦 而且呢 这个地方非常重要 就是你在生活中 你在这个无浊二世 也会非常非常的有帮助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不能够决定 你会听到什么 有的人啊 这个耳朵有一点业障 什么业障 就是好话听不进 可是坏话呢 就常常被听 就会有机会听到 那你听的就是啊 很烦恼啊 因为你不想听啊 可是呢 你是听完了 你才知道你不想听啊 那怎么办 你已经听进去了 所以啊 这时候啊 这个智慧心啊 现在这个正面就非常的重要 为什么 因为当我有正面的时候 这个菩萨 此菩萨摩赫萨 种种音声不能霍乱 什么声音呢 在你的耳边啊 他都不能够迷惑你 也不能够搅乱你 以下呢 他举例 我们光是听到这个 我们就觉得 这个禅定一定要修 为什么 因为我们最烦的就是这些声音 第一个超大声 有人讲话好大声 他在骂你 越讲越大声 我们说 你可不可以不要那么大声 他就更大声 那你看高大声 听得很痛苦 很刺耳啊 第二个粗着声 好 再来呢 极令恐怖 哎呀 让人家产生恐怖 这个鬼魅的声音啊 或者是 他会跟你讲一些 会声会影 譬如说 末日说 或者是就说 你的旁边有两个鬼 或者是呢 你如果不小心 你明天恐怕会遭遇什么什么不测 就会让你心生恐怖 再来呢 哦 你的心啊 还会怎样 听到很舒服的迷惑你的心 愿意声 不愿意声 喧乱耳士声 举坏六根声 哇 这个声音啊 会把你的 这个六根 腐蚀 然后让你的六根 坏掉 哇 这个声音啊 怎么那么可怕 这些声音啊 都是要干扰我们的清净心 所以啊 菩萨 那摩赫萨就要用正念来保护自己的心 否则呢 你就会被整个陷入一种困难 因为五着恶事啊 充满这种声音 你不想听 他就偏偏跑到你的耳朵 而且你还会记住 好 那接下来呢 他就在讲哦 此菩萨 闻如是等 无量无数 好恶 好恶因声啊 假使充满阿僧其世界 未曾一念 心有散乱 这菩萨呢 听了这样子多的医生啊 就是有的好的 有的恶的 这好的呢 有时候啊 你只能听一点点 那大部分都是很恶 很惨 让你的心很乱 那假如呢 这个声音还是充满 充满什么 你跑到哪里 他都在 充满阿僧其世界 你能不能够自保呢 我们可以说 不要听 我耳朵关起来 可是你走到哪里 他就都在 都充满 你没地方躲 你怎么办 所以呢 这里就讲哦 菩萨因为有正念 所以未曾一念 心有散乱 他完全没有散乱 没有被干扰 然后呢 怎么样 为什么 因为这个 不管是遇到什么状况 他都不会被干扰呢 因为啊 他有不乱 他这个不乱啊 这是很厉害 正念不乱 境界不乱 三昧不乱 入圣身法不乱 行菩提行不乱 发菩提行不乱 意念诸佛不乱 观真实法不乱 化众生志不乱 敬众生志不乱 绝了圣身意不乱 他为什么能不乱 那因为他都做到这些事 他就努力的在修这些境界 修这一些法门 他就提起正念来面对这一切的恶 那你是很恶啊 你没有办法叫他闭嘴 你只能说 我要赶快把自己的身心啊 练就一番的功夫 能够对抗这些恶 要不然呢 你的心啊 自己自乱正脚 你就不要说 都是你害我 没有用 你还是陷入困境当中 所以呢 菩萨要守护自己的心呢 要怎样 不管你在哪里 都不要有一念的心 让他陷入散乱 所以要如如不动 好 那接下来呢 就再讲 这个情况呢 是怎么来的呢 当然是有因有果啊 因为我们努力啊 不做恶业 故无恶业障 不起烦恼 故无烦恼障 不起慢法 故无有法障 不诽谤正法故 无有报障 人生最多的烦恼 就是这几类嘛 第一个 叫做恶业 我造恶业啊 哎呀 那你不要有恶业的业障 为什么 因为我 哎呀 我这个 要做坏事 要怎么样 要有机会 让你做坏事 那很多人呢 说 哎呀 可是我没有办法 我不能控制自己 做坏事啊 我好想杀人啊 那也要有一个很可恶 你觉得很可恶的人 值得被杀的那个人出现 你才会造成 如果你想杀人 结果你都杀不到 那你就不会有这个恶业的机会啊 所以呢 你要怎么样让你自己远离 没有造业的机会呢 连想造个业都没办法 你就要去怎么样 不做恶业 让你的心呢 有一个清净的空间 那你在这个空间 你都不会做坏事 你自然以后呢 就不会生在 让你不得不做坏事的地方 有些人说 哎呀 没办法 我这家里面 一出生 我就生在 土户之家 要不然我就生在一个战争的地方 我不去杀人 人家就来杀我 那我就生在一个没有素食的地方 北极只能吃北极熊 那你怎么办呢 你是谁叫你要去 去那个地方 让你不得不呢 所以呢 就要现在修善法 不要造恶业 你自然就没有这个业障的相应因缘 好 再来第二个 不起烦恼固 没有烦恼障 我们的烦恼呢 哦 很多 那你怎么办呢 哦 师父我好烦恼哦 很简单 你就不要起就好了 哎 这么简单 可是我不得不起耶 那你就有烦恼 会障碍你 让你更烦恼 所以呢 哎呀 有烦恼要怎样 第一个 要把它断了 那不要起 不要再生 不要延续 第二个呢 不要智障 会让你起烦恼的机会 那再来呢 我们要转移 把起烦恼的力量拿去修善法 你就会不起烦恼 你会习惯起善念 好 所以呢 不起烦恼固无烦恼障 不轻慢法 故无有法障 你对于法很尊重很尊重 你就不会啊 傲慢而产生的 这个法的障碍啊 有些人呢 这真的是有这个法的障碍 什么样 就法直 或者是呢 对于这个佛法 没办法受持 没办法受持 很惨 为什么 因为你的轻慢心 而障碍你的受持法 好 再来 不诽谤正法 故无有报障 哇 这里就讲 如果你要生在好的地方 有善知识 可以亲近 那你就不可以诽谤正法 你如果诽谤正法呢 你一定会去 那个地方 边地下见之处 你就不闻法 也不见身 也不见佛 免得呢 被你诽谤 你就都不会看见 你就没机会 骂人 没机会批评 所以呢 你现在啊 看到佛法身 是因为你有善根 结果呢 我就偏偏就要诽谤他 我就要讲那个难听的 说那个 这个出家师父的过失 那没有过失 也要故意把它扭曲 那你这个就是已经造成 这个人身攻击的诽谤 那这个是 是什么 大家受伤了吗 其实师父们修行啊 他是如如不动 自己就会继续修行 但是你自己诡谤的证法之后呢 你就生到哪里 地狱恶鬼畜生 这没有佛法的地方啊 你都碰不到 你碰到的都是什么 都是跟你同类的地狱恶鬼畜生 这个你身为一只狗 你走到哪里 你就是遇到狗吧 你当一只鱼 你一辈子你也不会碰到半个出家人 你当一只乌龟 那你也不会碰到 除非你有那个善根 有这个机会 但是基本上都不会 那你到地狱去更是非常忙 你的每天的忙 就是忙着受苦 你哪有那个空还要听个佛法 你说有啊 我们都有在做大蒙山 都会让地狱到的众生破地狱 门已经破了 他们还不一定会愿意来 你看活人都请不来了 你要要你的那个冤亲在主 地狱到的众生 你的讯息有这么清楚吗 那他有空接收吗 这有时候都很难说 然后你也不一定真的 有那样子的因缘 去真的是找得到 你说这个在地狱当中 都已经叫得那么大声了 你这轻轻的去叫 他哪听得到 所以如果没有佛力 法力 众生加持力 反正很多人就是 我不信佛法 我不信三宝 我只信我自己 你到时候就自己去喊 那你就知道 这佛法生 真的是来帮助我们 自己的人生当中 所有办不到的事情 在佛法里面都可以产生力量 然后还说不相应 然后接下来还怪罪佛祖 我念那么多经我也没有变好 我念那么多经我也没有有钱 我念那么多经 等一下师父还会把我叫去做很多工作 那你看就有时候真的是有一些烦恼 真的有够无聊 就要障碍自己 那你障碍自己呢 你就会怎样 就会被烦恼卷进去了 如果你要真的脱离 就赶快趁现在还没有起这些障碍的时候 赶快依法修行 起清净的正念 那么这就是一个禅定波罗蜜 很重要的一种修行 一切合同种种法门 得无差物 就所有的身口意你都要跟种种的法门相应 这样子你就可以 这个理解或者是体悟到离痴乱行 甚至于实际上你就是在这个正念的状态当中 你遇到了善法 你能够受持都不会忘记 你遇到的恶法 你都刚好都没有机会去 把它给接受放在心里 你看有时候我们的记性都记不好 可是奇怪别人对我们做的坏事 你都记得一清二楚 那你不是记性不好 你是记错了 把自己的心拿去记这些恩怨情仇 然后导致自己的身心 没有空间 脑容量不足 所以遇到了佛法的时候都弹出去 可以听闻佛法赶快把它学好 这是一条扇皮筋 这是零 可是翻过来就变成无限 那弟子最近在发送海报传单当中 就提悟到一个道理 就是任何一个不可能 每一个不可能都是可能 那所遇到的境界 每一个境界都是法界 就像刚刚师傅在上课的时候 就是有提到 不起烦恼 不起烦恼固就无烦恼账 不清漫法 不清漫法固 无有法账 那我出门去带那些海报出去发送的时候 我心中是很开心很欢喜的 因为我们不会把身上的压力跟烦恼带出门 反正想说这是去跟广结善缘 然后这是千百年难得一次的好的那个法 的那个大法会很殊胜法会 像我最近就有一个例子 就是碰到一个早餐店 然后本来正常一份早餐大概50块 然后我去发传单的时候 然后老板娘跟我蛮也很熟 然后他一直问我说这是干嘛 这是什么法会 我有说给他听 他们听一听好像很有兴趣 而且好像也很想上去参加 但是我说地点在台北 他们就突然顿了一下 哦有点远 但是他们好像蛮有兴趣的 但是后来我就 他们也很开心 乐意让我去帖海报 然后要走的时候 他们因为觉得这个法会很殊胜难得 因为千百年才之后 又送了我很多饼干跟糖果 后来想一想 我好像犯了贪念 因为那些糖果饼干 好像超过我的早餐的价值 所以后来觉得 我回来应该要忏悔 但是后来也曾经碰到一些 在一些店家跟商家 就是给了我一些不好看的脸色 但是我只想说 其实每一个不可能都是可能 每一个境界也是法界 那他也是在考验 我们对政法的觉知跟觉性 所以我后来又提起正面说 跟提起觉性说 感恩佛菩萨帮我加持 帮我就顺利把这些海报 发送出去 广结善缘 让佛法能够传到每一个角落 结果到下午 大概 差不多一点多就全部发完 后来我还打电话回残院 告诉师傅说 我那个海报不够 后来我赶回去残院 去多拿一些海报回海贴 所以这是我发送海报 跟那个心得 其实我真的很喜欢 很想上去参加法会 但是因为家里 父母身体的原因 所以可能 我可能会上去一次两次吧 当然能够全程全请 那是我最想 最希望的 他在此 还是想 公勤 那个 公勤见师傅帮我开市 是不是 是不是那个 他给我的早 那个饼干 那个糖果 有没有超过 那个 那份早餐的价值 有没有算饭的摊面 以上功勤将会法式开始按摩托 永远给他的讯息 让他觉得 就是很欢喜 所以 其实有时候 那个欢喜心 是无价的 如果你觉得 这是千百年来 难遭遇 那你自己就要 为了父母亲 而发广大心 去参加 因为台湾 因为台湾其实很近 台北跟高雄 还是一日就可以接近 那很多 这一次我们法会有很多国外的 居士都回来 那从瑞士 从美国 从很多的地方都回来 这个是 诸佛海会 华言海会 第一会 叫做 世主妙言品 世主妙言 世间主是谁 每一个人都是世间主 你不管在哪个地方 你来参加这个华言海会 你会 庄严这个世界 所以各位 你都是华言的 世界的一份子 你是世间主 那如果我们说 这个工作的关系 或者是什么原因 当然也可以 有种种的因缘 我们自己想想看 既然是千百年 都能够难遭难遇 我们可不可以发一个广大心 想尽办法 因为这10天 你说说长不长 说短不短 我们把所有的假日 放在这个时间 特休 那也可以 然后我们自己 就是在这个当中 发广告单的同时 自己发愿 发愿的同时 因为时间还有 就要发广大的愿 我愿意来努力 能够去 先不要急着放弃 先不要急着起烦恼心 先不要预设立场 因为你有这些障碍 它是一个原因 什么原因 你就会让你心造成一种挂碍 但是如果你的心有愿力的话 你会超越这些障碍 我们超越这些障碍 你后面就真的是受用不尽 所以当我们在看这些内容的时候 其实这个活经 它是要我们去行 你要实际上去行 你才会知道什么叫做 这个叫做心定不乱 那像刚才永元所说 他去发广告单 其实他在跟大众结缘 跨诸成功的一步 我们愿意跟所有的人结缘 纵使他不理解这是什么 但是你的心是诚意满满 那么我们就在练就 所有的境界出现的时候 你都能够保持不乱 那保持不乱了之后 你的心的功德力就会现前 要给大众祝福 包括给自己祝福 如果这个法会是可以 诸佛来云来集的话 那么我们难得可以见到 诸佛海会的盛况 那么是不是要万元放下 一起来共同成就 那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心态 所以呢 也欢迎大众 就是想尽办法去排 你排到最后 无法再说 先不要 一开始就先讲不可能 不可以 不想 那这样子就会错过很殊胜的机会 那尤其呢 这是保研禅师的第一次 要跟大众见面 那我们在这个比较大的场地 来举办这个活动 那这个法会当中不只是法会 还有艺术 还有音乐 还有美术 然后来自于 统统的小朋友的活动 那非常非常的丰富又多元 那希望大众能够真的了解 什么叫做华言世界 那么每一个人都在这里创造华言世界 好 谢谢永元的分享 那也当然你说是不是贪念 那欢喜心跟贪念呢 如果自己也觉得好像也很欢喜 那彼此之间都没有人受伤 那这是好事啊 那除非有人呢 因为你的快乐 然后就痛苦了 那这就是贪念了 就会有伤害性 好 谢谢